娱乐界有很多情侣,有些相处了没多久,或者相处几年都分开了,有些情侣就和往常一样,有些情侣已成为娱乐界的魔法夫妻,但有些夫妻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相爱,经常被爆各种绯闻。 黄晓明与杨颖的关系,一直被网友和粉丝认为很恩爱的,现在他们儿子的诞生,让这个家感觉更加温暖,这两个人从在一起来,每个人都认为黄晓明很爱杨颖的,从他那样宠坏的眼神,只能在爱人之间透露出来。 每当他们出现在观众眼前时,两人都是非常恩爱的样子,每个人都非常看好他们,他们结婚后两人也被称为魔法夫妻,杨颖也多次在节目中,对黄晓明表示感谢,黄晓明也是在每个人面前秀恩爱,让人们羡慕。 但这样一对魔法夫妇,仍然被娱乐界的大侦探周伟盯着了。 几天前,周伟在互联网上暴露,关于黄晓明的出轨的事件,并声称要结案了,最后,还配上了一张黄晓明的出轨图片。 网友们都认为,真的是爆猛料了。 黄晓明和杨颖在每个人面前难道是演戏吗? 每个人都开始猜测,但是,诸位最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,结案事件也被推迟了,人们觉得这有点掉胃口。 最初,每个人都在等这个爆炸性的新闻,但最后,没有任何痕迹,这让人觉得很无聊。 然而,一些网友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猜测,有人认为,他可能是黄晓明花了很多钱买卓尾报的料。 还有人说,这是为了提高他的名气,不管是什么原因,这对模范夫妻的事情,也引起了不少空洞。 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像白白河那样爆炸性的新闻,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,网友们不可避免的会有自己的想法。 不知道卓尾的结案,多久才会爆出来呢,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?